新闻 上网行销红翰 台北报导 不仅有庸爱的爵士院 我们还要带您走进艺朗空间 感受生活美学 改造即将拆迁的样品屋 策划成一盏又一盏的 这个艺文展览空间 今天的乐会艺术 我们要带您看这个 所谓的移动式艺朗 让欣赏艺文活动更弹性 没有空间地点的限制 走个镜头我们再来欣赏 最近的样品屋 所在面临拆迁的命运吗 那就不一定 艺术靠作者 湖超胜和大丸创意 让样品屋化身为移动式艺朗 哪里有即将拆迁的样品屋 哪里都有展出 没有地点的限制 艺术的呈现 更加谈情生活化 今天的回应是 我们要带您看的 这个艺朗空间 它没有固定的床所 没有固定的空间 没有固定的地点 它是一个移动式艺朗的概念 到底什么是移动式艺朗呢 我们请到策展人Erika 帮我们介绍 Erika你好 Hello 燕妮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 很多房子的接待中心 接待中心这个东西 看不到这个东西 那其实它每次盖了 一个漂亮的接待中心之后 房秘卖完 被拆掉 非常可惜 那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 新的概念就是 在它这么漂亮的空间里面 如果我们可以 利用它的空间 来推广艺术 那会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方式 于是我们就从 今天这个展览开始 移动新郎 衣服在张拆迁的药品屋 这是城市的卖动 所以展览主题 就定为城市系统 观察城市摆态 让创作者尽情挥洒创意 包括艺术家 何孟娟 九龄市 陈婉林等十位艺术家 都参与了这个展出 在我们入口 从楼梯 这样上来看到的话 是会看到很多很多人的 走动跟这整个楼梯 的那种动态的感觉 连接起来 对 这就比较 文明是横期 所以他们每个人 就是一起在 朝你自己的方向 或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自己的方向 一直走一直走 那它用三台电视 其实更强调的 在空间转换 相似的一个场景 因为配合 每间房屋的不同格局 展览也因此更复变化 调高的空间 就变成了都市天窗的 无限延伸 它配合这个 一同一郎的 不同的空间 所以其实我们的 装饰艺术品 也会利用这个空间 有一些巧思变化 对 没错 比方像这个作品 这作品是我们 一进来看到 它这个作品 是周灵志的天空之路 那它的一个创作概念就是 因为我们在讲城市系统 我们走在路上有很多的街道 可是因为 其他这个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人类的欲望 因为我们人类的欲望 我们盖了很多的高楼大厦 所以当你把头抬起来 看天空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天空 因为城市的关系 也出现了很多像街道的同样 都市里的生活摆态 极紧印象 在这场城市戏风展里 你会看到 美国艺术家 对城市的不同想法 表现在这一栋式一郎 两张红印 都市那不算变动的色情 今天新闻 请不吝点赞 台湾姐报道 接下来这场展览 也可以给你惊喜哦 因为它是苏珍昌 苏联的画展 请不吝点赞